《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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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給大家介紹一種 單純的方法 讓我們 從現在開始 一式衝動的 不是一時衝動的 來接受這個方法好不好 這一個 外在的 這個藍珍珠 現在就開始了 不要馬上想說 這是個玻璃呢 還是顆水晶呢 還是真是從海裡來的 一顆藍珍珠呢 放掉這個粗糙意識 你把它 觀想為 是 藥師佛的流離光 淨土裡面的藥 如果你有佛教基礎 如果你沒有任何的宗教的基礎 沒關係 你把它 觀想為 藍色的大海 這個藍珍珠 雖然小 但是它 有無量的水在裡面 或者說 你從這裡 看到了 一個 宇宙 一個藍天 用眼睛 看著它 然後 用著一個靜靜的看 先轉化 我們那個粗糙意識 在看的同時 深呼吸 吸氣的時候 把這一顆藍珍珠 從你的 我們說叫做 眉間輪 也叫做 天眼這個地方 你觀想 在吸氣的時候 你的天眼那邊 有一個通道 把這顆藍珍珠 從那裡 吸入進你的中脈 好 再做 吸氣 吐 氣 吸氣 現在閉一下眼睛 請閉上眼睛 有的朋友 在這個時候 會看到影像 會有不同的影像出來 所有的影像 都是善緣分 請不要有分別心 不要讓你的粗糙意識 再抬頭 我們不允許 那個粗糙的 有分別心的 批判的 懷疑的 那一個粗糙意識 我們不要給他這個 允許 然後 再睜開眼睛 然後 再睜開眼睛 繼續做這樣的凝視 這個練習 這個練習 在瑜伽裡面稱作 叫做外明點 外明點和內明點 相應組合的一個練習 這個時候請不要動粗糙的意識 你要琢磨 什麼是外明點 什麼是內明點 你開始忙亂起來了 不要忙 修行是最不忙的事情 我提倡 簡單修行 快樂修行 而不是忙亂型的 趕路型的修行 繼續 做這個練習 有的朋友這個時候 會有一些特別的感官上的感覺 比如說 你聞到了味道 或者是你覺察到身體 有一些觸電的 有熱流 或者是清涼的感覺 這都是正常的 都是善緣分 還是不要動粗糙意識 不要和你以前學過的 像氣功 其他的一些 你過去的經驗連到一起 這個當下是一個全新的 沒有過去沒有未來 只有當下 這個當下是獨一無二的 這個當下是和你現在的 你的這個情況 你的這個因緣 你的這個生命實相相應組合的 現在閉下眼睛 繼續保持深呼吸 一 可能又出現不同的影像 善緣分 不去分別 不去肯定 也不要排斥 現在請睜開眼睛 再繼續凝視這顆藍珍珠 現在請把你的心輪部分 打開 你可以把兩個手 微微地張開 兩臂張開 讓你的心輪打開 放鬆 打開心輪 放鬆 打開 用心輪 就是我們古人講的這個黃庭這個地方 把它打開 深吸氣 讓這顆磨泥寶珠 進入到你的心輪 進入到你的中脈 進入到你的每一個細胞 每一滴血裡面 深呼吸 深呼吸 然後 做一下 剛才我給大家講的那一個 把過去所有的業力 用左手牽過來 把將來有可能發生的 讓你擔憂的那些事情 對不起 一起都集合在這個當下 然後把這些東西 以前發生的 過去和將來 把它們 凝聚在當下 吸氣 吸氣 吸入這顆磨泥寶珠的能量 請這顆 具有 般若智慧 空性的磨泥寶珠 去化解 那個虛幻的過去 去化解 那個虛幻的過去 那個虛幻的未來 請這顆空性 無上智慧的磨泥寶珠 安住在你的心輪當中 安住在你的生命當中 安住在每一個當下 阿楓寶珠 淡 franch 超難中國 寶珠 西香如意 墨膩寶珠 淡珍珠 蓝珍珠 天花上的墨泥宝珠 蓝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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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昔公主 我你保重